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投票站其实的选民人数共有一千一百四十三人 而即至五点来投票履行公民责任的选民共占了百分之七十六点六五 而根据记者的观察这个投票站的选民其实是以年长者为居多的 而大部分的选民其实一大早就来排队了 所以下午的时候其实来投票的选民人数是比较少的 而根据现场的观察目前其实也没有出现说 最后一分钟临时抱佛脚来投票的情况的 所以不过早上就有一点小状况就是 有一些选民就投诉说投票时间花太久了 已经超过了一个小时都还没投到投到票 不过基本上一切是已经完成的 所以随着投票时间已经截止 目前选委会官员已经在我背后的投票室在计票了 一旦他们完成了计票之后将会把所有选票送去永平拿都西国中的投票中心 而更多有关的大选的消息 请继续留守八度空间华语新闻 请继续留守八度空间华语新闻